不過住得九土山那些 你不開車 因為那邊 除了環境之外 什麼都沒有 整條麗平路只有一條小瓜路線 由山頭到山腳到市區 眼前這個新入伙的屋叫明日九土山 位於麗平路18號 發展商是長城 它分為兩座高樓22間藥房 提供266個單位 大廈的外景以石面 和玻璃幕場鋪齊 突顯高貴 入到會所你會見到 這裡真是這麼迫揮 豪宅的典範 當然管理費也多貴 6.3 謝謝 發展商開放了兩個示範單位 21樓這間就有傢俬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是大門 入地有個員工是一組的鞋櫃 這裡就是浴室 基本上一進門就可以清洗一下 浴室就是石面 還有它做了層板 它很漂亮 轉過來就有一個很闊的大廳 還有它是直廳 飯廳 客廳 沙發電視 還有一個比較匯智型的設計 一個大露台 露台用拖門 拖完出去就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放兩張茶餐櫃 這樣看著這個景觀 整個景觀真的豐富 有山有河 有村落 有高樓大廈 有車樓 有淫 哇 你上山來還有人氣 其實挺棒的 而且這個露台位都夠大 基本上兩個人三個人站出來 很大風地享受這個環境 非常好 這邊就有廚房 廚房就有一個工人房 工人像在這邊 收買了 那OK 豪宅的配套有 整個廚房就有一個U型 不只U型是Q型 工作桌面是非常之多 還有一線大窗 大窗都看到一些House 還有天空 很漂亮的 這個廚房用起來很方便 你看 整套路具在這裡 然後就有一個很大的工作桌面 你基本上有個雪櫃拿出來 就整理 洗 切 煮 煮完之後就放在這裡 上菜 一樓 這邊就有個櫃 第一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就整了書桌 看出去的景觀都很寬 首先會看別人的小屋 然後再看著海 漂亮的 那邊就是馬鞍山那邊 然後一望回就是山蚊 還有天 整幅落地玻璃 然後看出去的景觀 其實很完美 你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 又在享受外面的自然風光 代價就是需要一點車情 這邊就有套房 很大 然後就有衣櫃 書桌 一張桌 然後一個角窗 這個窗就看著山景 不差的 這間房可以作為大朋友的房 或者客房 它是陶瓷設計 所以都很方便 浴室也很漂亮 最生氣的主日房 進來就一排衣櫃 然後轉過來 超大的主日房 有張桌 有張床頭櫃 然後三天落到床 最重要就是它一線無敵的大窗 角窗 看著的景觀就270度 每天都被太陽叫醒 每天都被太陽叫醒 然後看到外面這麼漂亮的景觀 還有你現在在山上 下面那些就算去到三十多樓 都不會高過你 所以真是好 有個側窗 有個側窗 還有主人房的浴室 豪宅的五件套 還有窗 這個浴室真的很時尺 還有它是橫石面 豪宅的五件套 雙精盆 有一個大浴缸 坐廁之後 它還有製造了壁音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臨浴區 很享受的家屋 最主要就是一個美麗的景觀 美麗的景觀是有少許代價 就是十多分鐘車程 由火炭站過來 自己開車過來都方便 住得山上 其實你不買車去出行 其實很不方便 這裡就是給有車人士買的 而發展商最近做一些優惠 針對一些有車一族 他們都知道你需要的車 所以他們買單位送車位 你覺得怎樣 整個樓盤就看完了 給我的感覺其實挺OK的 因為它用料或者整個設計上 都是一個豪宅的規格 至於這個位置當然是一個山道 保持私人道 跟市區有距離是正常的 駕車下去都是十多分鐘 就去到沙田 其實OK的 至於去港島或者九龍那邊 就遠一點 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內 都OK的 如果你日常出行 沒有車的話 就差很大 每天只可以坐一班巴士 就是814 過了繁忙時間 它的班巴士就挺疏落的 即是你買這裡 一定要有開車 所以住在山道 有好又不好 好處就是夠優質 樓宇的質素高 景觀好 其他什麼都沒有 多压魂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麼多 我是魯惠會消 我們下期見 拜拜